我們跟老師稍微說明一下這個one note幾個簡單的測驗內 一個是所謂的練習體 練習體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不限時間不限次數的 你可以不斷練習 達到老師您要的目的 就真的過關條件為止 再來投票體就比較單純 就是一翻兩分年的 就直接送出去 那還有呢 老師跟阿拉拉老師有提到 有一種塗鴉體也很好用 塗鴉體也是非常好用的 另外一個就是大家很喜歡的 叫做影片題 在這裡 在影片裡面可以出題目 好可以出題目的 所以呢 我先把影片題的這個地方稍微點開一下 您進來之後都會有單元說明 不過我告訴你影片 我們的題目會在哪裡出現 在三分十四秒 所以您也可以稍微快轉一下 就到那邊之後再來看 OK 好這個是影片題 那另外呢 我們如果是塗鴉體的部分 好 在我們這裡有會有一個 這個東西 塗鴉的工具 所以呢 您在這裡 就可以把您覺得是哪一個地方 把它畫起來 好了之後在右手邊這裡 所以有一個叫提膠 你就可以把它送出 就可以把它送出 那當然不小心弄錯 你就把它清除就好了 我們就可以從這邊去看到 另外呢 還有什麼呢 還有一個 這個是屬於付費的 在下面這個 就是 1Note的那個什麼帳號有兩種 應該嚴格來講說三種 一個是我們剛剛講的 反客 標準的還有什麼 一個Pro的 好付費 那如果說欸像 剛剛賴老師有提到 同學傳作業啊 其實也可以用這種方法 也可以用這種方法 因為它跟雲端硬碟做結合 這樣老師呢 您不管 同學傳的是影片 傳的是什麼 傳的是一般的 office檔案 還是圖片 都可以 它就會自動傳到 您的那個雲端硬碟裡面去 而且您可以在上面做批桿 這個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那我們呢 就讓老師先來試看看 練習題 投票題 還有我們剛剛講的 影片題 好不好 您先來試看看 來我把畫面還給您 在任務裡面 有一個1Note測驗題型 您可以稍微試看看